年底呢去聚餐的时候要小心哦 有一些餐厅啊小火锅 可能都会用加热的酒精膏 那么消机会呢抽查了有14件 发现百分之百都是含有甲醇的 而且甲醇呢在密闭的空间之下燃烧不全 有可能就会产生致癌的甲醇 造成身心的这个危害 那么餐厅业者说 使用酒精膏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 如果有致癌的危险的话 现在要求上游要给证明改善 倒酒精膏 炎火 香噸噸的雪鱼 上桌漏 热炒和小火锅店爱用酒精膏加热 不过消机会抽查 发现百分之百含有燃烧会致癌的甲醇 14件的样品当中 全数都含有这个甲醇 那甲醇的含量甚至高达50% 那这个甲醇一般人讲 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有毒的化学物质 避免说在一个包厢或者是秘密的空间当中 使用 消机会抽查这些酒精膏 全部都含有工业用的甲醇 含量也都超过五成 抽查14件中只有两样有标示甲醇的成分 其实甲醇燃烧后会产生致癌的甲醇 不只会危害干肾 导致视网膜剥离 视力受损 甚至还可能废水肿 消机会也发现许多酒精膏 竟然连基本的制造商保存期限都没有 要插电嘛 现在电源当然会比较贵啊 这种酒精膏你可以控制你的量 确认那个厂商它做的时候 它里面到底我们都会要求 业者说会使用酒精膏主要是因为快速加热成本低 不过现在消机会点名有致癌危险 要业者改善 也提醒民众煮东西最好用电炉 减少酒精膏的危险 昨天新闻三号报道